接下来两则新闻都跟台东有关 人到中年很多人会问自己 这辈子想成就什么 华氏前总经理徐璐 他的选择是 放下一切到台东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007年开始 他跟一群伙伴深耕台东 他们打造台东的音乐平台 铁花村 着手嘉兰村的重建计划 陪伴池上的农民举办四季活动 原住民的长老们都非常感谢 他对部落的付出 甚至决定要给他一个原住民的名字 他最近出书 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书名就叫做《我的台东梦》 各位池上的朋友们 林凡宁代表云门五集 跟池上的朋友们说 谢谢 2013年11月 云门五集将四十周年纪念座 道合献给池上 乡民们不畏风雨艳阳填满观众席 让这场盛世的幕后推手 台湾好基金会执行长徐璐备受感动 这些年徐璐带着基金会 在池上陪伴农民四季办活动 春天野餐夏天半桌 秋天音乐会 冬天找艺术家来驻村 云门在池上跳舞 可以说是多年耕耘后的走验收 我印象最深是去年云门全部表演完了以后 然后我记得他们的一个 就是他们都会做纪录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那天我还记得有点下雨穿了雨衣 我的回答是说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就是说在社区这个蹲点是值得的 用艺术为池上灌溉的同时 基金会跟改造台铁旧宿舍 为台东在地歌手 在故乡打造表演与创作的舞台 铁画村 铁画村我们最早的一个初衷就是 其实最早当然是胡德夫 胡德夫他一直想回家 那还有本来这些人 那时候我们都在台北的小酒馆 就是舞殿还有小河岸 听本来很多原住民歌手唱歌 他们也会提到就是说 他们在自己的故乡 都没有一个自己的舞台 或者是可以创作的地方 池上深耕多年 台东对石鹿来说 早已不再只是主乡局梦的地方 而是真正的家 如今更决定卸下执行长的职务 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些歌手 我如果还挂着执行长的时候 我就会持续地这样子来回奔波 就很像那个巴奈根纳布那时候跟我说 你很像仙女 你三天飞来 你四天飞走 这样子 那那个东西这样来来回回的时候 其实人很难真正地感觉你安定下来 或者是安静下来 那我非常需要那种安定的 就是着根于在一个地方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什么什么梦 这个梦的真正要用一句话来讲就是 做你真实的自己 还有就找到你内心的渴望 创办过杂志 担任过电台台长 还曾经是电视台的总经理 47岁时决定放下所有的光环到台东竹梦 以晃言九年 今年56岁的徐璐决定 提笔写下这一路的心情 新书发表会这一天宛如老朋友的聚会 那么这本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想是 他能够用自己作为一个 走过的这一路的探索的一个路程 跟读者来分享 等于替代大家来给自己找到一个 回到原乡的那个梦 其中也包括一起成立台湾好基金会的 董事长柯文昌 每一个人心中都是希望能够找到 他自己喜欢自己认同的乡下的小乡小镇 2009年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 那我在想说想这么多年总该做了 所以那时候就第一个想到就去找学路 柯董事长来帮我们准备了一个 排湾族的花环 为我们徐姐关上这个花环 脱下高跟鞋和名牌包 走进台东的田野和部落 协助爸爸风灾后 受创严重的嘉兰村重建 部落的长老们决定由头目 赐给他一个排湾族的名字 他的真正发表叫怎么打死 可是怎么样好记忆呢 有些听话说怎么打死 你就记得了 怎么样把他打死 怎么打死 绝对记得住 所以是怎么打死 回到原点找寻最真实的自己 从徐总变成徐姐 台东不是梦 是他的下半场人生 进行吗 是什么事